投資長 非農就業數據公佈之後 台股第二隻腳已經完成 2萬點鐵定不破嗎 真的嗎 我想要告訴大家 還有我們的股票也很厲害喔 我們的雙紅今天上漲超過5% 一家也有快5%的漲幅 但真的很想要知道 非農數據公佈之後 台股第二隻腳已經完成2萬點鐵定不破 今天台子期活生生硬拉 從台子期夜盤 週五的夜盤 到今天收盤硬拉了500多點 投資朋友 那這500點為什麼這麼強勢呢 台股真的第二隻腳已經完成了嗎 1萬9662點不會跌破嗎 還是真的有機會跌破呢 還有我要告訴大家 台積電鴻埃管達 為什麼今天這麼弱勢 那為什麼反而中小型個股這麼強勢 所有的標誌介紹 總共在今天榮耀華爾間 你不看會後悔喔 台積電鴻埃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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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 請務必認明 郭子龍分析師的官方帳號 Facebook臉書只要看到贊助標示貼文 請立刻提高警覺 因為這百分之百是臉書詐騙 加入LINE後 先確認是否有銀色盾牌標章 還要點選大頭貼 只有粉絲人數超過18萬 才是真正的郭子龍分析師LINE的官方帳號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9月9號 台股下跌290點 收在21144點 美國8月份非農就業人數低於預期 再次引發市場對於經濟衰退的擔憂 科技股崩潰 美股全面收跌 台股今天開低一度下跌超過500點 最基點回測了20922點 電子股領跌 台積電跌破900元 聯發科廣達鴻海街下跌超過3% 手機題材照例以及富士達則相當的抗跌 中場是指數跌幅收斂 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座場場爆滿 全台灣超超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崩跌47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最低點 大力進場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隆投資長 投獎好 Coco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哎呀 投資朋友我都預告在前面 不然你今天喉嚨有點不舒服 不舒服囉 不過吃完它其實還是有用啊 因為真的有把它壓下來 不然更嚴重 那那個就是 我有說過 我說飛龍就業數據怎麼樣 影響一切 你看 對 這禮拜 每個人在討論飛龍就業數據 每個人在討論實業率 可是你看 除了我們的節目以外 除了福利社節目以外 除了摩托顧的分析師以外 哪一個投顧 或哪一個大型的財經節目 有像我們花這麼多篇幅告訴你 怎麼樣 飛龍就業 飛龍的數據以及什麼 以及就業率的差別 而且你要注意一下 在此之前它其實不重要 是從上個月開始才重要的 就連連同初領失業金也是一樣 以前是誰比較重要 CPI 你看 你看你很專業 不錯 春麗 謝謝你 春麗 因為今天板了一個辮子 好像春麗 所以你要是專業的分析師 所以你才知道 哲哲為什麼 可以選舞冠軍182% 而且一再打破紀錄 原來得之不易 為什麼哲哲敢 幾千萬甚至敢雜一億 每載台灣50 每載台灣50 再換來換去 每次都賺個千萬以上 為什麼 因為哲哲敢用實力力來告訴你 誰是可以看到未來的分析師 很重要 關於這一段就很重要 如果你看了節目 他一直不跟你講非農數據 你覺得這樣是正確的分析嗎 合理的分析嗎 而且是很大篇幅 我不是嘴巴稍微說一下 我用技術分析來去解釋這一切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非農公佈數據 現在只是60分而已 如果是公佈 我用打分數60分 如果我跟你講說 這次公佈的數據很差 只有20分 我告訴你 台灣股市是會跌破19662的 是會跌破的 是不是 這個其實我都有照預告 可是跌破後可能會馬上來 所以一切的切我預告前面 去想想看你要怎麼分析師 是的 投資長都預告在前面 因為之前就預告了 19662不會破 不只這樣 大家都知道 這一次今天的大跌會用力進場 果然今天一開低就一路往上拉了 看來很多大戶都有在看投資長您的節目 而且您之前就有說過 第四季就是最好賺的一季 現在不布局要等到什麼時候 那我們的股票也都逆勢收紅 像是一家今天是有快5%的漲幅 手穩的季線 新日星盤中最多漲幅是超過3% 還有雙紅今天上漲超過5% 但想問一下投資長 因為您昨天就有說會用大跌的話 會用力的進場 今天就是開低走高 是不是你拉起來的 我覺得一定有大戶看我節目啦 好不好 因為我們其實節目現在已經快要 四幾萬快要50萬了 關是YT的訂閱 然後LINE的訂閱 LINE的那個追蹤好友人數 也快什麼 快20萬了 還有TG5萬 你是加一加 雖然有這些重複的人 那你說50萬人應該不為國吧 哪一個分析是 哪一個分析是有這樣的影響力 有這樣的號召力 投資長 只有我而已好不好 您剛才看前面的那一句都是我們演講嘛 就這麼多人 而且那個只是其中一廳而已 擠到隔壁廳 你可以坐證嘛對不對 不是話 而且我們還趕走一些人 對 所以不好意思 W Hotel 不讓我們辦的 來 不過我都正面思考 像今天福利社我們就吃 因為W底還是西坡下沙 是不是 我們就吃W月餅 W Hotel月餅 你看今天最新的數據 來外資買超11億 有沒有看到 今天外資買超11億真的很怪 為什麼很怪你知道嗎 為什麼很怪 照理說今天不應該買超 因為今天是跌的 重點是美國股市是大跌 我第一次看到美國股市大跌 這個算號外 就今天外資賣很正常 今天外資賣500億我也覺得很正常 可是今天買超11億我覺得很不正常 超不正常的 因為其實 因為我跟大家講 因為哲哲其實我很多 我的研究所對很多是外資出身的 外資交易式的 外資分析式出身的 其實他們都跟我講那些外資的一些情況 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不用說外資情況 你去查就知道 外資他們會做系統性的交易 其實你今天怎麼樣 你今天如果美國股市跌 他就會去 去調這些相關的Delta值 或相關的一些數值 你美國股市跌 你台灣股市你也要減少一些 危險係數 那你基本上你美國股市跌 你台股一定要連動性的賣超 你聽懂嗎 因為你美國股市你風險已經提高了 你這邊資產配置你要減少 台灣股市你也要資產配置減少 沒有這邊美國股市到大跌 然後結果台灣股市來買超11億 今天有點跌破我眼鏡 這個可以變成標題了 我跟你講真的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外資是不是賣無可賣 或者是無如我所說怎麼樣 什麼 第四季是好買一點他們進產了 還有就是有一些假外資 就是大戶進來了 大戶看我節目很正常的 我問你一件事啊 有些以前 可能有些大戶也不一定認同我 今天我這一次的你看 我在這邊空手欸 這邊進場欸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然後這邊進場賣掉什麼 這時候那時候00687B對不對 賣掉了 賣到最高點了對不對 賣到最高點賣這邊 是的 賣到最高點以後對不對 這都有啊 如果做假 我現在一鞠躬喔 賣到最高點以後對不對 然後呢 轉0050 對轉0050 在這邊轉0050 然後賺這一段 又輕輕鬆鬆賺1000萬的 對 然後再換美債又賺錢了 好不好 蛇蛇這個都沒有要騙人的 好不好 一切的一切 我預告在前面 所以很多大戶一定想說 蛇蛇這一波行情怎麼看 所以我禮拜天我就發了一個驚人之舉 你看一下 台子極夜盤崩756點 很恐怖對不對 很恐怖 對不對 我怎麼說 怎麼辦 警示要衰退了嗎 我直接說 19662點不會跌破 台股會怎麼樣 先下後散 好恐怖喔 就有個預言家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今天怎麼樣 一路拉拉拉拉 先下後散 其實我現在在拉起來 下影線很誇張 最低20922 怎麼樣 最後收在哪邊 收在21144 有沒有收到200多點 你不要看看 200多點是恐慌性的 齊握只跌200多點而已 現在又在拉50幾點 等於齊握其實足足拉了500多點 從夜盤到現在 拉了500多點 還不夠嗎 還不夠大奇蹟式嗎 奇蹟 還不夠奇蹟式的反彈嗎 而這一切你說哲哲有沒有影響力 你覺得有沒有 有 都沒有 多少都有大戶看我節目 我只是到底有幾位有幾十位 幾百位而已 我說會先下後散 跌不破那怎麼辦 那現在靠近一萬九了 買啊 買啊 是不是 我看反正沒有改變 而且你看喔 明天9月9號 台股大跌之際 我一定會帶會員們再次進展 我氣死了 因為我早上以後不講了 就是因為講了以後 你知道一堆股票拉起來 唉 氣死了 真的氣死了 我跟你講今天我早盤要買一家 我氣死了 因為沒有買到 你看一開盤 有啊有些人買到了 39.05元可能剛好買到 唉可能剛好買到 這我拉起來 對對對我想起來 好像有些人更低 有些人掛39.05 39.05元買到 可是39.05買到 因為它最低點嘛 也不可能全部能成交啦 我說實話 你看啊拉起來 還有人說 啊哲哲辦演講的股票不行了 怎麼會不行 我選的股票有價有量 你去看一下一家的營收好不好 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所以哲哲喔 人在座天在看 你不要再挖 還有我剛才講的5分鐘的東西 我竟然趕電報四遙 嚇死人了 唉 晚上這怎麼可能 網站有出錯 真的嗎有出錯嗎 你確定 你看我丟臉死了 回去面壁思過 對啊 我講了5分鐘的 講了3分鐘的垃圾話 唉 所以我跟你講有時候 或者則不是要丟啦 專業性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不合邏輯啊 嗯 好吧 沒有關係 正常的賣500億很正常啦 賣500億很正常啦 我也不知道 那你要注意喔 那這很好玩喔 會不會有人看到賣500億的 本來因為看11億他會覺得很興奮嘛 你懂不懂 然後 然後買到11億很興奮 但那期物應該可能會變 多變下去了 因為我猜這個 五六十點的買點都是什麼 都是這個紅色對不對 對 都是因為他看到三大法人是買超啦 如果真的是晚站 欸你誠實 真的是晚站嗎 確定是晚站嗎 自己要回答我 確定是晚站問題嗎 如果是晚站問題的話 等一下騎我可能會下去 如果納斯達克 騎沒有拉起來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預告好不好 這個還可以做單重的 我跟你講 我直接看一下軟體 看是不是現在講話的同時 是不是有納斯達克騎 不然 不然如果不是納斯達克騎 的話 拉起來的話 我可以跟你很篤定的講 等一下應該很快就翻黑了 因為是剛才是看到很多人 看到買超11億 才上去的 那納斯達克騎有拉起來一點點 有拉起來一點點 可是拉不多啦 拉不多 可能等一下還是會賣向平板附近 好不好 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唉 真的是 不要再出錯了啦 今天我要練的四搖 因為我們今天騎我本來可以大轉的 沒關係 就不想講了 來來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我跟你講啊 真的要成為一個研究團隊 真的是 我講句實在話啦 我講句實在話 真的要不斷不斷的編出 那個 編出大家 不斷不斷的激大家 就跟你一樣啊 有時候人家覺得我對你很兇 你覺得 我有故意找你麻煩嗎 你覺得拖展有沒有 對視不對人 拖展絕對是對視不對人 如果我還對人 我對視又對人喔 我先中風你知道嗎 先中風 我先中風 我先跟大家講 我先中風 所以不要想那麼多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沒有想要我股票很強 你沒有想要我對下面的人太輕鬆 有可能嗎 不可能 不可能啦好不好 不可能好不好 對啊 只這樣一點點不會跌不會那麼多 其實馬上下來了 又下來了 這個數據你看喔 又下來了對不對 裡面變27點啊對不對 變下來喔 因為那個烏龍數據嘛 所以你要懂邏輯 很厲害 懂邏輯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看今天的講話 是呀明確面幣試過啦好不好 欸是呀我還是瞭解一點啊 真的是 你要讓我判斷 真的是晚上出問題還是你自己的那個 說賣 對啊這個 賣500億很正常 我剛剛有講到這句話嗎 在此之前就有講到嗎 有啊 你說今天怎麼可能會是買超不太合理 我剛剛有說賣500億很正常 對對對 我剛剛有講這句話是不是 就在還沒公布之前喔 對 那你看我人才知道 對沒錯 那我講到500億是不是 我就不知道我講什麼話 所以你看嘛 就剛好可以判到我的判斷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做效果 是不是 所以賣超11是上週五 所以不是晚上出效果 出問題啊 是飼養你初心啊 賣個初心啊啦 我快氣死了 欣宇 你愛我 謝謝你我也愛你好不好 不要出心 對啊賣新聞很正常 代表哲哲不是看讀說故事的人 真的 很厲害啊 我剛剛有說賣500億很正常 有啊 那就好了 所以你看剛好500億嘛 是不是 所以也準啦 如果你這樣覺得我很準 謝謝你啊 正面思考 我的確我有講500億嘛 那謝謝你啊 來 他剛才確認過 什麼意思啊 思雅你直接寫 看不清楚什麼晚上日期更正 一開始是沒有更正日期是不是 是沒有更日期然後 有更正 有一開始是日期寫今天 是不是 好我請思雅趕快對話 你這個聽不懂 是日期他日期出 到底是你的出還是真的晚上出錯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好 來 這個我們不要再討論了 反正重點是500億 來我們看一下 不要一直丟問題給我們 你知道嗎 所以哲哲很辛苦耶 Coco有時候搓一個 然後思雅哥搓一個 然後我在上面講話 你們在試看看在這邊講話 你看 然後一點點搓就不行 你知道嗎 有一個天有一個人很好笑 他說哲哲你才捐60萬而已 你賺那個幾千萬 他說我賺幾千萬 我一個月賺幾千萬 他才捐60萬 因為關台灣50再換來換去 就賺幾千萬你都算得出來 你再捐60萬 怎麼可能 不是 他說你才捐60萬 第一個很好笑耶 我想問你捐多少 他來批評我 第二個我不只捐60萬的好不好 不是啊 我去年前年還要公開 都捐好幾百萬 都公開的 那救護車又不是 你有沒有在捐 所以你沒在捐救護車嘛 你不知道這個流程嘛 救護車不是馬上你要捐就捐的 好不好 我還透過關係 好不好 我就跟大家講 好不好 而且頭期款就是60萬 問人怎麼辦 是不是 他是不是搞錯了 以為頭期款 不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沒在捐錢的人 在批評我這些捐錢的人 對 所以整個真的是做什麼事 都會有人批評 所以才就是 所以你們要少做一點 好不好 扯遠扯遠的 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還是要講到這個事情 那現在剛才都是不重要的事情 都過去 反正賣500億 失業率跟飛龍就業數據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 只有我跟妳講這些東西 那其實我不用給你看8點半過後 對不對 可以看 不然都試料給我 你看請試料給我禮拜五的文章 因為其實我的數據很重要 禮拜五的時候文章 然後看一下走勢圖 禮拜五那時候是不是台子期 你們影響8點半的時候 還公佈以後還展150點 對 我給60分 你覺得應該展150點嗎 不應該 所以我說給60分 你暗示你的 果然你看從這裡 展150點 變跌756點 900點 你們就不看哲哲的Line 所以到現在大部分都會怕 他會看我的Line 他會看我的Telegram 尤其他看我的TG 哲哲我最後你的Line沒有TG 那不關我事 我基本上一個月都跟你講 至少兩三次 你要除了加Line要加TG 我以前一折 10萬粉絲 一直要花我1萬塊 我現在20萬粉絲 一直要花我2萬塊錢 Line就收我錢 你知道嗎 我很不高興啊 可是我又需要他 所以我大部分 而且有時候還不小心 那時候還不小心給我封鎖我 你知道嗎 所以我還需要TG TG是百分之百文章 我都全部發出去 因為TG不發我任何一包錢 這時候我不會TG 那我不管你 對啊 我也不管你 因為姊姊關是Line的錢 我一年可以捐好幾部救護車了 好不好 你一年下去以後可能要五六十萬 一個月五六十萬 一年下去六七百萬 這樣對嗎 所以我Line還是會發 可是不能超過這 一年不能超過六七百萬 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值得 所以我大部分文章發他TG 那我TG也告訴你 我說這個給六十萬 我最後還是有發文章 只是我先發TG 我先發Terragram 你記得Line跟TG都要加入 好不好記得加入 那怎麼加入我講得很簡單的來 來來來來 怎麼加入我跟大家講 就是點這邊點標題 像今天標題就是 第二隻腳有沒有贏完成啊 點了以後就有連結 有Line跟TG連結 這就要記得加好不好 好 那一樣啊 摩摩頭顧 這邊有贊助的 好不好 有寫贊助的就是詐騙 只要贊助的詐騙 連臉書我都懶得打廣告 因為臉書才很惡劣 連臉書打廣告全部都假的 那你好好分辨 好不好 好 然後Line呢 有盾牌沒有盾牌反正這還假的 有盾牌以後 好要點我的圖 點我這邊大頭貼 粉絲沒有19萬的 絕對是假的有沒有看到 好有人數沒有19萬的 絕對是假的 就這麼簡單 其他你不要問我有沒有其他的Line 我沒有別的Line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什麼叫做 什麼1萬人以下的Line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19萬人以上的Line 知道嗎 好不好其他都假的 OK 這跟大家講 來跟大家講 好 志堯你還是沒有回答我 到底是 網站的問題還是什麼 好趕快一下 好啦我也不要focus在這邊 這不是重點 因為我想了解這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自己 之後再開檢討會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那這一次為什麼點這樣子 很多人覺得說 你不是說 飛龍就位數據 不要太差有機會上去 可是的確很差 為什麼 因為預估16萬人對不對 結果實際值得多少 實際你去看一下這個數字 對吧 14.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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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1萬人千人差很多 這14.2萬人怎麼樣 有沒有比11.4萬人 來得多 有 有比上個月的好 可是比預估值差 有沒有看到 有 然後實際4.2 對 跟預估的一樣 那有沒有比上個月好 有啊 失業率下滑了 所以這是1好 怎麼樣 1壞 所以60分 可是好也不是很好 不是說4.2 4.2變4.1 你只能打個三角形 這個等於勉強 及格多的分數 那這等於不及格的分數 加一加我給他60分算多了 你懂嗎 好 60分算多 可是有沒有都比上個月好 有 比預估值 比預估值差 可是有沒有比上個月好 有 不論失業率跟飛龍就位數據 都比上個月好 嗯 一個14.2萬一個4.2 都比上個月好 所以沒有我跌破 怎麼樣 19662 這就是我的邏輯 同學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全台灣 第一個 沒有 全台灣你看很多財經界 他很多大型財經節目 他不會跟你講飛龍就位數據 那我不懂你找那麼多分析師要幹什麼 他也不會像我這樣深入淺出 告訴你這飛龍就位數據 那到底要幹嘛 你看那麼多老師的節目要幹什麼 我有資格告訴你 我就贏他們 所以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像我一樣 找一個分析師 我跟你講你敢跌破1962 我就是敢買進 我都放話我考慮要買進啊 我是怎樣講 我問你我每一次放話 哪一次說話不算話的 都有 我真的進場 只要敢跌1962這附近啊 只要跌破 我至少百分90幾率會進場 只是進場多少而已 我先跟你講清楚 進場多少而已 只要老天爺把錢要丟給我花 我也願意花啊 我也願意賺啊 我沒關係 讓我多捐錢才救護車 我可以啊 哪個人有像我這樣氣魄 那為什麼我這樣氣魄 因為我的氣魄是建立在 整密的邏輯思考 像你剛才看到 我就覺得四遙 出這數據 怪怪的 我頭腦動太快了 因為我腦袋已經告訴我 怎麼可能這樣賣 這樣賣 我要跟你講外資的交易式的 這個操作 你反而覺得我很整密 怎麼樣吧 只是他一開始給我資料差 可是我說賣個500億很正常 這你都可以反而 剛才我們研究室 操盤室的錯誤數據資料 你反而知道 我的數據資料是非常整密的 你聽懂嗎 一樣 為什麼9月9號 所以說有時候股市不正常的時候 怎麼辦 你要進場 像今天不應該這樣跌 為什麼 不應該跌756點啊 所以我說這個不應該啊 不應該就應該拉起來啊 所以你看今天拉了500多點 不應該啊 你看啊 如果我不做台灣50 我就做起訴我賺翻了啊 你看我怎麼樣 我要把一億的美債ETF 換成0050台灣50啊 那你知道怎麼樣 我認真的 我直接放話欸 嗯 我還要帶會員們進場欸 今天買一家欸 這拉拉最高欸 可是就是因為我放話 所以很多大戶現在吃我豆腐 今天比我先卡位 可是我不在乎 至少我有怎麼樣 幫助到磐士 那磐士有毅力不搖 這樣就好了 嗯 哪個分析師告訴你 第一個 哪個分析師告訴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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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重要啊 嗯 所有新聞在討論啊 經營工商也在討論啊 嗯 你看啊 這個就是啊 你有眼珠就知道 公佈數據後就大幅波動 嗯哼哼 就這個數據啊 然後 禮拜四最近的8點半 然後公佈處理事業基金 也大幅波動 是的 在此之前它重要嗎 不重要 不重要 嗯 嗯 在8月之前它就完全不重要 只有我知道這個重要性 所以為什麼我也跟你講說 你不能純粹靠技術分析 嗯 對不對 像我們這裡有一個 就是有個台下志工的對不對 醫科不念去念台下志工 然後現在來我們這邊嗎 是的 是不是 我價值我告訴你 我說我最討厭你做那些什麼 量化投資啊 然後就是那些軟體的技術分析啊 為什麼 你技術分析你除非很快 你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把參數值算進去 以前CPI很重要 對不對 對 可是現在CPI不重要啊 不重要 你只把這參數值寫進去 嗯 什麼時間點要把參數值取消 你好麻煩喔 你這個數據要重新寫 你懂嗎 懂了 你這樣懂嗎 所以為什麼我有時候很不屑技術派 嗯 技術派 可能要像姜姜老師一樣 你技術派你要搭配基本面從旁邊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懂了懂了 你的參數值是要一直改的 而且是要改很快的 你知道嗎 這為什麼股市我說給60分它還大跌 因為這個就像我整個名言記者一句話 你可以留著 股市有時候就像女人一樣 咦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不好意思喔 我這個比較大男人一點 其實有時候男生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只是女生有時候比較 女人心海底針 女人比較感性一點 女生真的比較感性 男女的構造不一樣嘛 你懂不懂 女生就很細心 像我剛才就跟那個金金 我說拜託 因為我幾十個那個 幾十個口袋金 我說這個橘色 這個配橘色配橘色 我找了三分鐘找不到 我親親在哪邊 然後他只花了一秒鐘找出來 哇好厲害喔 我媽要找東西 你知道嗎 我媽要找東西 我媽要做家事 你知道嗎 我在這邊真的看不到 不然是我就覺得我在故意的 可能要叫家人來幫忙做家事 我真的沒有辦法分辨 這就是每個人 可是我天生就是苦命 就是要負責賺錢的 你懂不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跟你講 女生跟男生的構造就不一樣 女生就是比較感性 股市有時候就像女人一樣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今天也是一樣啊 今天明明就是60分 你有必要跌700多點嗎 這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應該進場 股市不瞭解他自己 可是我瞭解 他走偏了 就像為什麼 24416點 我就有這邊我要空手 因為 他股市有時候就像女生一樣 你有時候都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他就往前走 發脾氣往前走 你把他拉都拉不回來怎麼辦 沒關係 你再會等他自己就回來了 等氣銷就回來 股市走到24416點 股價禁止比就是太高了 太高 來到2.7的 你誇張 你的消費範圍可能就在這邊了 你今天幹嘛突然去買愛馬斯 想一想 覺得太貴了還會回來 好不好 這開玩笑的 希望不要引行良性的議題好不好 這只是一個梗 可是真的股市有時候真的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你可以把女人畫XX 寫男人也可以好不好 好 這個跟大家講 來來來 看四爺沒有回我 應該是四爺 不好意思被我 怕被我唸了 所以不敢回我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留言 好不好 女權則是真男人 做著你選的股票 則是真男人 是不是女權不重要 所以股市要 小心女權主義 你會被女權變主義 你會被女權變主義 台灣其實真的是蠻民族的 就是說比如說同性之間 或者是女性之間 算OK 今天股價金質比2.38 也是略高 你懂嗎 是不是 是跟大家講 我就符哲哲的邏輯 總金之神 感覺數據怪怪的 真的是直接反應 是啊 我剛才看到講 所以我自己覺得怪怪的 好不好 來 臉書全局都沒用 所以臉書很爛 來 哲哲的股市女人學 挺生活化 真的 當然重點是 股市如果 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然後有時候過度的反應 過度發脾氣 男生女生過度發脾氣怎麼辦 氣消就沒事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跟大家講 氣消就沒事 所以 今天超跌了 我就要買進 超跌了 我真的我就換 我就超底 超底 超跌我就超底 好 只會想到新的台詞 對 超跌我超底 我音音美在我就換進去 那你知道我多會超底 然後你看大悟就會看到我幾文章的 就有信心了 欸 我不只是費用就業數據 我知道 欸你看很多財經網 我都很不屑 他們講一大堆數據要幹嘛 對啊 對不對 然後講美戰很重要要幹嘛 像我一樣 有本事像我這樣就 靠大錢啊 壓大資金啊 是不是 有人說哲哲 我家長說這件哲哲 也一個蠻 也是蠻 也是資深的分析師啊 哇把你節目的文章的截圖 節目的截圖 拿去他節目上講 我說 我根本不想知道誰 那只是證明我業績比他好 十幾倍而已啊 是的 是啊我敢跟你講十幾倍啊 我敢跟你講啊 真的啊我說 不用講那些 只要批評我的 打電話去他們公司說 可不可以插拳鼓比賽 只要整整的一半 整整的公開表揚 真的拜託你 真的我是真真的喔 你敢批評我 那你要敢接受 我的小小的打五折的挑戰 打五折的挑戰 就不敢 那你憑什麼 覺得你比我厲害 是不是 我都比你努力 我也不休息 只是不休息 這六日也不休息 欸 我是要講一件事啊 你覺得我能接受這個 你看我剛才四搖錯錯錯 我一直念念念 我當然不高興 我現在其實還不高興 所以你覺得 晚上的文章是誰寫的 當然是我寫的啊 我怎麼可能叫他起來 起床尿尿 然後還給他跟來跟去 還改來改去 就是沒有人受得了 你知道嗎 知道 來來來 先來看一下喔 所以都是一樣 禮拜五有沒有看到 9月6號禮拜五有沒有看到 我說什麼 60分有沒有看到 而且那時候是幾點幾分 你們自己看喔 9點30分 欸沒有 自己講那9點50 9點50 其實我那時候是 好像是8點半就寫了嘛對不對 TG 那這個只有寫兩篇而已啊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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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嗯 8點36分 有 來來你看一下我文章 看一下文章 幾點公布 8點半 8點半 8點36分 我就開始寫完文章發出來 大概8點33分我就開始動筆了 是的 因為我要研究一下這個是厲害多 嗯 那你們所有的有眼睛的 視角拜託看一下 那個看有沒有台 那個納斯達克期 或台子期啊 那時候 8點怎麼樣 8點 8點36分 台子期還給我拉到150幾點 還給我拉200點 可是我說60分 我說沒有很好 你看我的文章就知道不要亂接了 你要是一個真的 瞭解總體經濟的才能瞭解個股的分析師 嗯 沒有這一回事說個股很好 然後不了解總金的啦 你們講這些東西都邏輯很差 說哲哲 有人說哲哲以後看他大盤就好 不要看個股 那個邏輯更奇怪 除非你可以找到一個邏輯 找到一個總金很好的 跟我一樣好的 嗯 那我可以考慮一下個股可以贏我 可是沒有這一回事叫做總金我很好 然後個股我很差 沒有這一回事 你懂不懂意思 你懂嗎 懂 沒有這回事 那你的意思是說你相信有個總金很差 然後刻骨 難怪會被騙齁 難怪參加別的老師 參加別的頭顧老師你會被騙 會貼錢齁 我不敢說我買百發百中 可是你邏輯要對好不好 邏輯要對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來來來來齁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今天一家拉起來 我們請四瑤來看一下這個 一家那個請四瑤來給我一個期貨的簡訊齁 一家有沒有 今天要買進了 沒有關係啦 如果他們給就給啦 可能剛才很慌張 反正今天一家我買 我今天 9點的時候 甚至9點之前 我叫一堆會員掛股票 我說不好意思 只有三分之一的會員 今天有承接到 就是假設我 我叫了 叫了600位 大概只有200位今天買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我部分人有買到 可是部分人也足以讓我這些股票拉起來 就是這麼簡單 有 阿倫都聽在看 我文章 你看我禮拜五 你看我這樣隨便看就好 禮拜五晚上是不是發兩篇 TG 所以你要加我TG 除了加我LINE還要加TG 有沒有 有都有發 這個是六萬多人可以見證對不對 對 8點36分發對不對 9點怎麼樣 30 這LINE也有發 這篇LINE也有發 晚上寫那麼多 9點50分也發 是不是 對 還有什麼 還有昨天晚上 7點22分也有發 有發 哪能像我變態 等一下還有陸福利社 是的 還有陸福利社 是的 還有直播字幕版 有 所以我郭忠贏別人很正常 請同業不要嫉妒我 請你先跟我一樣認真 再說 好不好 而且認真對的時間 好不好 認真對的時間 好不好 這我是要跟大家講 你要選選第一名分析師 來 一家明天想噴噴 看折承節目讓我對股市進步很多 這TG沒有讓我沒做追多反手空 有賺 你看這都可以見證 你看都可以見證 都可以見證 不會加TG 那個我都寫得很清楚了 真的不會加你再賴我一下 好不好 今天外資賣超502億 好不好 OK 超點我就超底 超點我就超底 這個不錯 那考慮這個 OK 四條GG 四條被賣掉 四條今天真的太初心了 等一下 不要一直念他 我也累了 來 來我們看拉起來 這是不重點 來 折折台面下捐得超無你想像 對啊 你不知道台面下有沒有捐 對啊 雙王被你拉起來了 不能什麼都跟你講清楚 雙王本來超跌了好不好 對雙王已經看了他今天 來 3324 也拉起來了 誇張喔 今天6143 所以你看今天會覺得 上規指數是跌 可是我股票有跌什麼嗎 沒什麼 我看唯一跌比較凶的就是管閥 我跟你講我最開心就是管閥 因為管閥 我告訴你AI絕對不會死 台灣股市 你們還是邏輯錯誤了 台灣股市現在能2萬多點 就靠到AI 不然台灣股市現在沒得何得何人 連2萬點都嫌高 為什麼這樣 沒有錯啊 因為現在就要2萬點 你股價近視比還是高於2 各位先生小姐 高於2就是高了你知道嗎 就是貴了 就台股貴了 貴了就會下去 那為什麼可以支撐他 台灣股市2萬點 因為疫情明年後年 因為AI的關係 台積電鴻海管達的EPS 會大部分增加 所以那個淨值 股價淨值比的淨值會增加 股價除以淨值叫股價淨值比 分母變大了 答案變小了 嗯 所以當明年的淨值增加以後 股價淨值比 通常2萬點 股價淨值比可能 就會在2以下 這是支撐於台股 那他股價淨值比一直在2 還沒有崩盤 對助教原因 所以沒有理由 管達台積電鴻海 不會再拉一波 你要懂我邏輯耶 聽到我邏輯 喔 邏輯真好 我在跟大家講 我真的我不太喜歡 跟邏輯不好的人講話 所以 有時候人家批評我 一句話 你可以打下去問他們 那可不像哲哲一樣認真 不像哲哲認真 你可不像哲哲公開刹他選鼓比賽 你懂不懂 懂啊 像醫生我覺得他很優秀 你看他刹他選鼓比賽 哇就好幾季的冠軍了 對 你知道嗎 是戰一層 戰一層分一屍啊 所以我要講 其實 就是 我講的是的話 真的真的 像我們這樣刹他選鼓比賽 像我 像醫生老師 就不會亂屁屁別人 你知道嗎 因為知道這個 刹他選鼓比賽不是能幹的 很難啊 那砸真錢更不是能幹的 對 因為太多人來笑你什麼的 連你捐錢還有人笑你捐的 捐的少啦 我只是投期款而已好不好 那個 那個救護車還沒搬來台灣 我幹嘛捐全部 是啊 這是合約的問題 不是我寫的 OK嗎 你要我直接捐個300萬 我也沒問題啊 只是批評我的人你捐多少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所以 一切的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來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一家的簡訊 那 我跟你講一件事啊 台股會不會再下去 我從頭到尾就很簡單 他敢跌破1962 我就會慎重考慮進場 嗯 好不好 再跌下去呢 那一定要進場 不能變成說話不算話 可是我不能告訴你 我實際的點位嘛 可是我買進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我進場 好不好 我告訴你 我現在我不會預告我買進的點位 嗯 除了我第一次台灣50 那時候有做過這件事情 我後悔了 後悔了 現在我會考慮 你看喔今天提前講 你看我那時候8月5號沒講 你看是殺最低 對 8月5號沒講 你就殺最低喔 是不是 有 這次有講喔 你看給我收紅K 是啊 齊娃拉的500點 你就知道我們影響力 怎麼可能沒有人看我節目 你看一下我們直播人數多少人 對不對 你再看一下喔 我應該怎麼辦 最近PTT跟頭學位的哲哲討論很高 每天一直討論很高好不好 只是之前有些人罵我好不好 PPT你趕快要做好一點 是PTT好不好 PTT 好不好 PTT 你看直播人數今天有8000多人 我們現在43.5萬人 賣下50萬人 欸 我跟你講這50萬人喔 不可以誇張啦 比那些 真的50萬人比那些 9萬人什麼200萬訂閱那還誇張 因為不是每個人在做股票你知道嗎 是的 好不好 這就是 就股世界的 你懂不懂 股世界YT很難那麼紅啊 好不好 來 CPI有推背圖嗎 CPI這次我想了很久 我昨天開會很久 沒有推背圖 太難預測 因為現在CPI不重要 懂了 而且這次CPI很誇張 明天跟你講花個時間 這個很重要 今天福利社有講 我明天就花 花個時間跟你講 為什麼CPI 一堆APP也在PP APP APP 什麼意思 APP是不是 你在開玩笑還是什麼 還是PTT 很多人 因為APP他可能講同學會啦 同學會那些都沒有真名字 有什麼差 你看到同業 一個人可以著作十幾個帳號 不重要 我只跟你講一件事 只要一件事就好 你們告訴我 告訴我 有沒有 來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我公佈這些數據啊 比如說 很多次 來來來 你看 我們不論是什麼 PMI也好 對不對 或者是出領事業基因也好 或者是非同學會數據 是不是都是一個轉折點 是的 是就好 那為什麼沒有其他財經人不講這些 為什麼哲哲學花這麼大篇幅 福利社花這麼大篇幅 你就知道誰對誰錯了 你講那些都沒有意義 你懂的意思嗎 我是不是專業的 取決於你試不試貨 現在我必須要多講 你怎麼會覺得 我經濟是 選武冠軍紀錄保持者 188% 是很簡單做的事情 很難 你知道還有人批評我說 可是很簡單 188% 我一次選10單股票 然後10個都展停板 就100%了 10% 還是10%而已 我都會了 你選10單股票 10個都展停板 只有10%沒有錯 所以188%的選股紀錄保持者 是我 這不是能幹的 對 你怎麼會覺得 為什麼我都很嗆 我都敢參加選股比賽 為什麼很嗆我敢砸賺錢 我的自信是來自於 我真的會賺多少錢 好不好各位 那不重要 而且我的自信來自於 我比你們都努力十倍 好不好 有 來來來 管達也是一樣 管達我一直跟你講了 現在的股價禁止比可以這麼高 AI股絕對佔重要性 你不趁現在 營收你要等到GP200營收出貨 所以你再拉到上去 我跟你講沒得救 我跟你講你這個拉到345 不要拉到345 拉到320幾塊 就是什麼 就是三成了 你知道嗎 就漲了30% 你要不要這樣 好賺啦 紅海要不要拉 還是年底會一波 我也跟你講 就算景氣不好都有逃命波 對不對 紅海今天比較下去一點點 我還想考慮再買 這個不用擔心 好不好 紅海一波逃命波 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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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景氣衰退都有一波逃命波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一樣 所以都講前面 都預告前面 現在幾分了 39分了 台積電週四處選起 對 CPI為什麼這次沒有推背圖 這次我不去 因為這次CPI完全不重要 你看這次看處理試驗機 看P&I就知道了 現在影響股市的是PM 這次CPI只有一個推背圖 CPI可以推出美債推背圖 譬如2.6以下 因為這次公布是2.6 2.6以下以美債相噴噴 你不要看台灣的美債今天是跌噢 人家 人家什麼 人家那個TLT是創新高 是突破噢 你的TLT在這邊噢 你聽得懂嗎 同樂 你的TLT在這邊耶 這個不太像K線 你的TLT在這邊耶 你懂嗎 懂 這個就突破一些啦 你聽得懂嗎 懂了 然後也變黑K啦 然後也變十字K啦 變黑K啦 所以TLT已經先創新高了 所以這個損失是什麼 是台幣匯兌的損失 我願意承受 因為我當分析師 因為我推薦你這商品 我如果叫你買TLT 你還要付委託開戶 你不會開 可是我講00687B 你直接下單就好了 我沒關係 因為它唯一的就是匯兌風險 可是當崩盤的時候 匯兌風險會變匯兌利益 還有價差利益 為什麼變匯兌利益 我說過了 因為當崩盤的時候 台幣勢必是貶值 是的 那你買的是美債嘛 你買的是美金嘛 美金 所以美金就會漲 相對於美金會漲 所以還會有匯兌利益 所以現在匯兌損失根本不重要啦 是不是 我有看網友說 蛇蛇 之前啊 還沒崩盤之前 蛇蛇買美債賺好少 才賺10幾20%而已 今天已經賺1500萬了 一散喔 而且已經獲利突進 現在第二筆了 哎呀 現在覺得不公平啊 這只有1億啊 關5%就賺500萬了 可是500萬我真的沒看在眼裡 因為我捐救護車要捐300萬 我要是要賺一兩千萬 兩三千萬的 我是認真的好不好 我買美債或買台灣50 對我來說都不是最大利益 我最大利益來自於你 怎麼樣 你賺錢 賺錢讓我心靈上獲得收益 我真的認真跟大家 成就感 真的成就感 成就感 賺錢當然也很重要 賺錢來說對我這個數字 數字不對也不行 打電動分數不對啊 我現在都不打電動 我從頭到頭都在打電動 打到高中的時候 我覺得人生很無聊 所以現在任何人叫我打電動 我都很不屑 因為有朋友叫我打德州撲克 我都不想 我每天都在賭啦 我每天在投資啊 對對對 是不是 奇惡的確是單衝就在賭啊 奇惡單衝是說算賭 真的我這一層 股票我是把它當投資 這跟大家講 如果奇惡單衝有時候 因為賭感有點大 對 奇惡如果做波段 你可以說投資 可是不是每個人可以 這麼厲害 每個波段可以撐得住啊 你懂得什麼 所以我每天都在賭 我每天都在投資 沒時間做別的事 全世界最好玩的就是分析師的工作 所以我也不懂 為什麼其他人罵我這麼認真啊 我很享受這個遊戲 興趣 我很享受這個遊戲 我是認真的 所以你要參加第一名分析師好不好 這粉絲都可以見證都好 你記得一件事好不好 加入TG 進去加入中文話號就是股市見面 之前有人講說股市大富翁 可是我讓你知道我是股市真的是 大富翁有些是反鳳 反鳳啊 所以只是紫上談兵啊 可是我是真的大富翁 不好意思 先跟大家講 每在买哪一隻的 這個是菜鳥 拜託你問這種問題也沒禮貌好不好 這個你問別人好不好 而且我剛剛已經講的那一檔了好不好 是啊 回答股票可以繼續放嗎 圓圓上可以繼續放 好不好 你如果不行跌破一百元就走 等著他一百元再去追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OK 好啦讚讚讚 不要一直吸板好不好 金材可以留嗎 金材可以留啊 你看今天萬弄還在拉 就代表金材可以留啊 好不好 萬弄看起來也要串心高了 好不好 萬弄這檔股票即使也是我愛股之一 之前我愛股之一 我最近有沒有進場 不跟你說 投資產這什麼意思 不跟你說 你不參加會員那我沒辦法 你不參加會員你不能又要 又要那個 又要享受非會員權益 要享受會員權益 沒辦法 好不好 這次真的很忙好不好 你要幫你 做那種很好的服務的 那你可能找比較 不紅的分析師 可是不紅的分析師也不代表 他真的會認真努力幫你看股票 這點滿的事情 好不好 這次影響力太大 今天股票還沒有大跌 有可能啊 就是因為我放話說要進場 好不好 有 股市大部分就是遊戲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沒有說你批評我 沒關係 外資大賣500多億 台股還能開低走高 台股增強 有可能就是哲哲 講話要放話進場 對 是不是 哲哲放話買一億 每個人加一加可能幾十億 對不對 每次在政惡翻譯久價值變低 我這次不推薦政惡 我們今天福利社好像那個 有其他分析師會講政惡的好壞 我們再請基典老師 你再去問他 好不好 政惡是我這種人 可是政惡現在的時間點或許可以 因為現在是美在的轉折點 轉折點適合買政惡 你聽懂嗎 轉折點 不管其他人怎麼暢空 只相信政惡 你看今天就打底了 很擔心 第四季 我跟你講今天 如果台灣股市不是第四季 我還跟他說沒把握 今天這個下影線收的多漂亮 唉 不要騙自己 這下影線收的多漂亮 有下影線 這下影線收的多漂亮 所以我告訴你啦 還有機會啦 直接拉上去 你現在不買喔 你不要後悔 唉 我問你一件事啊 為什麼我這邊輕輕鬆鬆下去 1500萬 每在就賺了 因為剛好有波動嘛 為什麼這邊輕輕鬆鬆1000萬 因為跌生嘛 跌生 你現在跌生不買什麼時候買 真的啦 跌生不買什麼時候買 好不好 你看我今天一家也是一樣啊 今天一家有簡訊啊 你看啊 很多人覺得我雙紅跌賠錢啊 我雙紅今天賺錢 我可以秀雙紅 今天買39.05你自己看 有沒有看到 有39.05 特科委員來幫我念一下 好 9月9號禮拜一 今天的簡訊 請買進2402一家 掛在8點55分 開盤錢 有沒有看到 開盤錢發的簡訊 請買進2402一家 掛在39.05元買進 已經買進了可以不用再買 39.05元買進 是的 然後我請問你 你拜託你眼睛視力好一點 你幫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可能小一點 今天最低多少 39.05元 是不是整個拉上去的 是啊 8.55分發 我跟你講 只是有影響力啊 只是現在有些簡訊啊 二手簡訊傳來傳去 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看二手簡訊好不好 因為有些真也是假 那39.05元 就直接拉上去啦 所以我跟你講 嘴嘴有點後悔 說要放話 早知道我給你偷買 但也沒什麼好處 也沒什麼壞處啊 台股 那你知道嘴嘴的影響力啦 好不好 你覺得嘴嘴的影響力 隨便你 反正我至少放話 我要買嘛 是不是那是事實啊 是不是 也真的拉起來啊 真的拉 也真的台股開個低走高啊 也代表我預測對行情啊 台股沒有破底的本錢啊 那你要不要加入行列 要 晚上你在哭泣 你在難過的時候 我說你睡不著覺 我寫文章告訴你 你不用怕睡不著覺 你要不要找這樣的分析師嘛 對 這取決於你嘛 不是我嘛 我只問你一件事 今天如果到時候 鴻海 你這邊買160 170 到最後又漲到234 又賺了30% 你會不會後悔 會後悔喔 那你為什麼現在進場 哲哲啊鴻海我自己買就好 胡扯你自己買就好 那你現在買幾張 那你現在有沒有買一家 有沒有買精彩 還是要專業分析嘛 還是要專業分析 你聽得懂嗎 懂 還是要專業分析 你聽得懂嗎 我今天還是要偷渡一下鄭志文 今天我不管 有些人說 柯文者是清白的 不是清白的 我覺得不重點 他現在最大問題是之一 有時候 我選舉補助款 我居然直接買自己的三半 那是合法對不對 對不對 律師一定告訴他合法 合到的感官呢 不一定對 你聽得懂嗎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智商不論你是157 還是175 還是180 你還是得相信專業啊 你聽得懂嗎 那今天柯文哲如果到最後 到最後啦 到最後發現判刑 就是沒有被判刑 對不對 吸壓什麼 就是直接就是 判刑無罪啦 他現在是圖利罪嘛 又受惠罪嘛 唯一能保住他什麼 不好意思 我這次都委會的決議 跟我沒關係 你都看起來沒看政治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到最後 能決定 柯文哲有沒有判刑 有沒有確定的 就是他願不願相信專業 如果真的都是別人決定 不是他決定的 他相信專業而做的決定 那他就無罪了 他能取出這個 然後他沒有影響力 他也沒收到錢 那一樣 今天如果柯文哲或誰 因為柯文哲他原意本身 一開始多問一些法律顧問 多問會計師的顧問 這個佔可能的問題 而不是去怪那些專業的人士 說不定現在就不會這些瘋瘋瘋瘋了 我要跟你講這些東西 誰對誰錯不重點 所以我要告訴你 各位投資朋友 你智商 你也或許很高 你也或許沒有157高 沒有170高 沒有180高 可是那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到這個歲數 智商多高不重要 智商多高啊 你有多少時間 你可以每天看六把全書 然後贏過律師 沒有 你有多少時間 可以每天看中塊高塊 IFOS 每天可以變來變去 沒有 是不是 你有多少時間 你告訴我 你有多少時間 可以看我每天盯的股市 沒有 所以你要相信專業 你只花幾萬塊而已 然後結果 居然我對專業團隊 動輒是這樣子 指責你看我只能罵人都 對不對 不苟言笑的 實在話 你錯了出去就是念你啊 因為我對自己最要求啊 我對自己最要求啊 我假日就是逼自己 一定要運動跑步啊 我就是逼自己 我眼眼睛啊 像膝蓋不好 我照樣去 去克服他 去打玻尿酸好多啦 所以你要是最專業的分析師 你知道嗎 不論對我錯一切一切 意外前面的分析師 不去私話馬後泡的 你去驗證 一直驗證嘶嘶 發現同樣的錢 你不加入嘶嘶團隊 要幹嘛 我要告訴大家 我不要講政治的 我只要講專業 專業好不好 專業 專業 相信專業 我們就不要講 這個他有沒有罪 因為有沒有罪 不是我該講的 我只要告訴你相信專業 就是懂嗎 懂嗎 這個好不好 重點是相信專業 你知道嗎 重點是相信專業 OK嗎 舉例啦 因為這 哲哲有時候有什麼話題 就喜歡蹭他一下 今天直播是8500人 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還有那個 恭喜什麼 那個 剛才不是有聽到 雙紅幾分了 幾分了 我們趕快 恭喜雙紅有沒有看到 508元買進對不對 對 賺17%了 今天9月9號 恭喜有沒有看到 你是說 漲超過7% 然後雙紅是7%的 你不要這樣想 至少賺錢嘛 賺錢 我會不會跟你胡扯 我整個沒跟你胡扯 只是說要放話就放話 禮拜一次台積電 都是有除息 這次CPI推背圖 我可能不會推出 會推出機率很高 因為不重要 因為現在CPI不重要了 因為隨便一個什麼 小飛龍 飛龍 PMI 然後跟什麼 跟失業 每週處理失業經驗數 都比他重量十倍了 對 現在CPI只是決定 美債 美債而已 所以除非CPI 下得還好很快 來記得喔 現在是預估2.6嘛 你不能一下2.3啦 以前下滑快是好還是壞 以前下滑快是好 以前下滑快是好的 以前CPI下滑快是好的 會噴出去喔 你看我節目知道 我講了兩年了喔 現在CPI下滑快是死定了 我可以確定是 我可以確定是 這是預估2.6啊 你看多誇張 之前2.9啊 對 2.6會崩那麼快 而且是這一次 CPI降下來 降下來的這一次喔 下降週期以來 最快速最抖的一次 最低點的一次 對 以前沒有2.6過喔 沒有看過 上去以後就沒再2.6了 你聽懂嗎 我等一下再給你那個 再給我那個 CPI那個走勢圖 請失業明天給我 之前從來沒有2.6過喔 就上去2.6後從來沒有2.6過 上去3以後從來沒有2.6過喔 第一次2.6 我告訴你 我可以確定是 2.3 死定了 衰退了 然後每次要噴出去 嗯 OK嗎 所以那2.6 2.6就2.6 因為大家都預估2.6 2.5 有可能 股市還是負面反應 可是反應不多 有可能 也有可能正面反應 這我不知道 可2.4 2.3就慘了 代表景氣衰退很嚴重 因為 代表連通膨都下去 是景氣衰退那種通膨下去 景氣衰退的那種通膨才會下去的 通膨才會下去又快又急 這件事 景氣衰退的那種通膨下滑 才會通膨下滑的又快又急 好不好 所以預估2.6 絕對不能2.3 2.4 好不好 這要跟大家講 不論對或有錯 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我也不去施後化 也不去馬後炮 好不好 這個都希望大家趕快把握住這些行情 還有我們最後要跟大家講說 吹背圖 你趕快加入我們行列 好不好 再我們看一下 管達攤到沒錢怎麼辦 那沒辦法了 好不好 那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我 你不是我會員 我沒有辦法幫你做這些 分析 資本的分配 資金的分配 所以你最好方式參加我會員 你說攤到沒錢的 最好之後你成本附近的 你怕什麼 你應該至少你有進場 記得 至少你是屬於有買小麥的人 上展的時候沒有小麥的人 下跌的時候也不會有小麥 下跌的時候你沒有紅海管達 下跌的時候你也沒有紅海管達 然後等到上展的時候 你也不會有紅海管達 我剛才小麥那句話講錯了 反正重點是你下跌的時候 你不買紅海管達 上去的時候你也不會有紅海管達 希望這句話分享給大家 不論對我有錯 一切一切的意外在前面 如果你想要參加我行列的話 歡迎來電視頻 或者叫我LINE私訊 我說真的我要加入你的行列 我答應你 我會接近我所能幫你賺大錢 謝謝各位 第四季就是最好賺的一季 現在不跟著我們佈局 要等到什麼時候 趕快叫我們行列 電話撥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大家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 小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最後是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喔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